大家好,我是团长蔡蜜蜜 这一集同步在Podcast来播出 是球迷非球迷都可以听的内容 普字集,而且基本上普世价值蛮高的 所以你就算不关心中华职棒 不知道男主角是谁 基本上也是OK的 这一集如果你是透过YouTube的话 一样没有字幕,一样来不及 因为今天算是一个临时计划 临时计划什么呢? 今天的主题先还是跟大家来报告一下 今天的主题叫做张力群主播 Happy Birthday,生日快乐 因为今天这个社群软体真的厉害 其实我本来不知道张力群今天是生日 这坦白说有什么好关心 男人跟男人之间干嘛要知道这些事情 但是脸书他会通知你 就是脸书通知了 我才知道原来今天是张力群生日 但是基本上我不知道他几岁 对那一方面我们同事比较久的时间 二方面就是说这个他 大家也都知道他是这个 伟来体育台的不老男神嘛 那当然他不老的秘诀是什么?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说跟很多艺人一样 就是你要定期进场保养 所以有些时候你看他在这个NBA的开场 或结尾或中场的时候 你发觉今天表情比较僵硬 有时候不是累咯好不好? 过一阵就会比较自然 这当然我乱讲的了 好了 今天当然在张力群这个不知道几岁大寿的过程 我要来分享一些张力群主播的事情 给大家趣味一下或者是参考一下 但是我又不太知道要从何讲起 所以我就列了十个题目 Q&A的方式来一个自问自答 因为一样团长的Podcast跟这个YouTube 基本上是没有正妹一起主持的 所以我只好自问自答了 好那接下来这个十个题目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一下 首先第一题 请问第一次看到张力群的印象 这个问题算是蛮老派 但基本上真的我是没有什么印象 原因是 首先他不是我 他应该不是我面试录用的 如果是 我怎么会不知道第一印象 原则他不是 他是透过特殊管道进到委来体育台 那有机会 他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有讲过了 还蛮有趣的 但是我没有什么印象 那只记得他一开始是在 委来体育新闻这边服务 然后接下来 调转到球赛转播组 也就是我这一组 但是他一开始是播篮球 大家都知道早期 委来体育台包山包海 什么赛事都有录 分成很多区块 那篮球大家都知道 我只擅长三分球 其他我都不擅长 所以我也没办法教他 所以一开始 平线的论就是说 因为比较没有跟他太多接触 所以没有什么第一印象 好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印象是这么多年来跟张力群共事 有没有什么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应该也算是有啦 就是说但也比较早期 就是说初期张力群主播可能不知道 他有一段干苦的辛苦的岁月 堪称这个伟来阿信 那因为他在刚入行的这个初期 尤其是调到我们球赛转播组的时候 他是负责篮球 但本台这种专业体育台 里面有非常多篮球 不只是达人 也不是神人 是篮球魔人 他被他们盯得真的很惨 好几次他都快要崩溃 我只负责做安慰他 鼓励他的角色 其他我也帮不到什么忙 那我们里面有哪些这个篮球神人或魔人呢 开玩笑 我们有前直篮的总经理 这是我的长官们 第二我们有前资深篮球主播 还有SBL最佳教练 哇这些都是我长官 那也都跟张力群共事过 那是开玩笑 所以他当时怎么播 基本上都有人有意见 那但是了不起的是他撑过去 撑过去之后 基本上呢 他现在就已经是练成神功了 不必自攻也练成神功 厉害 那那段过程其实他很辛苦了 那另外我有一个事情 突然想到就是早期 像到目前为止都是一样 未来体育台 我们因为很多爱好棒球或篮球的人 所以分别会去报一些业余的比赛 什么新闻杯啊等等 那篮球方面特别重视 那大家都知道张力群刚加入未来的时候 还是小鲜肉 而且他是瓶中 有沾过酱油的篮球队 这个前校友 所以呢 他的技术啦 各方面当然比我们一般人要来得好 所以他一直有一段还蛮长的时间 都是伟来体育台篮球队的一个主力 而且到目前为止 基本上都还算是啦 但他现在好像升格 什么女子队的教练 我也很少去关心他 那但是那时候他还是小鲜肉 当我们主力的时候呢 哇我印象很深刻 我去看过一两次 要求我 常常厂内外都有很多这些篮球专家 当然都是我的这些长官们了 不停的在指挥他 你群快 你群干嘛 哇 七嘴八舌啦 同一时间 坦白讲 我要是他 我早就去笑 我到底要听谁的才好 这是这个印象上比较深刻的事情 那第三个问题是张力群主播私下的样子跟荧光 目前有没有差很多 如果以现在2020年来看的话呢 我认为他还有10%的偶包 偶像的包袱 毕竟他是IDOL出身的嘛 那20%他还是要依循我们公司算比较保守的一家公司 所以他还是要依循我们公司的文化跟规定 但是其他的70%跟你在荧光幕前看到的 或者跟他的FB 他的这个粉丝业看到的张力群 基本上是几乎是一样 所以没有太大的差别了 好 第四个问题是张力群他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其实还不少 但是如果只能讲一个的话就是谦虚 谦虚 那虽然谦虚或者什么谦卑 谦卑再谦卑 已经是在这个世道上不流行 但是应该就是谦虚了 好 讲完优点 那一定要问一下张力群主播最大的缺点 缺点 严格来讲真的也不多 但是硬要讲一个的话 我觉得他还是比较贪吃 他比较贪 虽然他的脸基本上是不老男生 但身材呢 感觉起来有些时候控制比较差的时候会有点糟惊 这一点还要再加油 好 第六个问题是 在团长的眼中 张力群是怎么样的一个同人 虽然我跟他同一组 职务上 形式上 我是他的算主管 他算是我的部署 但我一直不觉得 我觉得那是形式上 我觉得他就是我的同人 他是我的伙伴 那我们相处的方式 工作上面相处 或者私下相处的方式 我觉得蛮成人 蛮大人的 什么意思 就是说 基本上我们很少碰面 我们不太需要特别碰面 或者什么定期 一个礼拜 什么开一次会 都不需要 我们大部分都不需要 我们只透过社群软件 我们是用WhatsApp 我们这一组是用WhatsApp 这个通讯软件 通常呢 这个沟通一下就搞定 那交代他的事情呢 基本上OK 绝对可以放心 那有些时候 我一忙 或者是有一些突发状况 没有交代他的事情 基本上呢 他也不会让我有什么好担心 他也会主动去做一个处理 然后跟我报告 所以基本上 我们是一个非常成人 非常弹性的方式在共识 好 这是第六题 第七题 是不是趁着今天来说 一些张力群的绯闻 或者是八卦 哦 这个问题真的问得好 但是这一讲 可能要很多集 而且每一集 可能都要入满48分钟 而且有可能要讲的比 刚落幕的泡阿虾的局数 不是局数 局数是胖球 比泡阿虾的集数还要多 那今天人家受薪嘛 好不好 我们 对不对 明年生日再讲 好不好 我们相约明年生日再来报他的料 好 这是第七题 第八题 呃 团长也是主播嘛 蔡主播如何评价张主播 应该这么讲 以现役 我讲的现役 之前的这个前辈不算 现役的体育主播来讲 我认为如果张力群自评 自己评断自己是排名 number three 第三名的话 我个人认为在台湾啦 在台湾现役的部分 第一名跟第二名应该是从缺 哦 你看我讲完我都有点心虚 但是这应该算是最好的赞美啦 但我发自内心真的是这么觉得 好 第九题 今天他呃 今天是张力群的生日 最想跟他说的话 哎 最想跟他说什么 好 有啦 力群啊 我真的不能再帮你介绍女朋友了 没有 这个乱讲 这一定都是要乱讲 这一定都乱讲 这都出人命的 好不好 以前就算有介绍 也是很久以前 哎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介绍过 没有介绍过 好 我要讲的是三个字 辛苦 有点老梗 这个有点赶快想要逃离这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哎呦 也跟三个字有关了 好 用三个字来形容一下张力群 不过我们台湾呢 三个字通常都好像是脏话比较多 或者是比较不好的东东 三个字来形容张力群 嗯 我现在 视线这边有一只 我们家可爱的猫猫 喵喵喵吗 不对 这也是三个字 想到了 真男人 我觉得用这三个字来形容张力群 这也是打从我内心深处 觉得最好的一个答案 张力群 真男人 好 那本节目是由张力群主播会员会 叶佩赞助 那也在这边祝福 力群 您28岁生日快乐啦 我是团长蔡明梨 我们下回再见 明年张力群生日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